高雄市政府委外的路牌维修包商工人竟然坚守自盗自己偷路牌 四面的耗制牌呢被载到了资源回收场去变卖 四面总价应该是一万一结果嫌犯呢 好像是以六百块钱如此的见价把它给卖出去了销赃 被警方当场查获依法移送 而收购的回收场业者呢也因为收赃得要吃上官司 限速路牌禁止转弯耗制 各式各样的耗制路牌通通被拔到资源回收场变卖 偷白路牌的就是他44岁的诚信嫌犯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高雄市府委外的包商工人 市府交通局委外的耗制抢修工人竟然坚守自盗投路牌 原来他趁着小港区洪平路整修前一路牌 偷偷把四面旧牌子拔走再到资源回收场变卖 成型包商把四面总价一万一千元的耗制牌 以六百元的低价贱卖当场被警方查获 由于路牌属于公务 嫌犯贪小令把路牌编卖换线 被一切到罪嫌移送 收购路牌的回收场业者也因为收脏得吃上官司 这一期王家庆高雄报道